小姐呢? 我, 安排著阿瓶姐幫她燙衣服 下來吧 快下來吃點水果 這麼緊張, 要安排著阿瓶姐幫你燙衣服? 不緊張就假的 明天不是我的大日子 是我永昌的大日子 我上台代表著有永昌說話 不可以失禮的嘛 對了, 明天那份講詞 你背熟了沒有? 倒轉也會背 恭喜你, 心想事成 謝謝 真是想不到 連三十晚打打麻將不斷隨口說 說永昌辛勤一輩子直直無名 竟然這麼快就幫她搞出一間學校 不然永昌保佑也不知道怎麼解釋 有意思 全靠維家想到向政府申請 用一些停辦了空置出來的校舍 重新辦學 節省一些穩地起樓的時間 所以應該不關二叔的事 維家這麼忙, 也交了一份計劃書 才去葡萄牙, 我也很感謝她 不過也是永昌保佑的 她跟我說, 她說她很開心 死鬼了都可以作玉英才 你們個個她也有多謝的 她說大伯很快就會醒來 耳愛和維家將來會很幸福 大嫂和爸爸一定過百歲 還會百指千算 阿澤, 你呢… 死鬼姐夫才跟你說了這麼多話 是的, 她現在就在我旁邊而已 來…我走了過來了 現在站在你旁邊, 還坐下來 阿澤, 你別在那裡嚇人了 嚇人了, 嚇人了, 真是自己人 你說真的? 你說呢? 喜富 合不合吃? 各位, 我們佛山人一向好打得 出進了一代宗師, 葉文 我們除了要有葉文的好功夫之外 還要有好的學文 這樣才是為止給你這些官 所以我們一定要作玉英才 辦好教育 現在有請我們校董會的主席 梁順華女士上台為我們支持 首先我要感謝小樹苗慈善基金 籌辦這間學校 給了這個機會我出錢出力 投身教育事業 其實辦教育這個意念 不是我想出來的 而是源於一個人 這個人小學都未畢業 他經常說 如果自己有能力、有機會的 一定要辦教育, 起學校 我聽完之後 只是得一口笑 那時的我很膚淺 我覺得辦教育, 都賺不到食 有能力的, 當然是去做大生意 賺大錢 我猜不到, 這個小學都未畢業的人 他早就這麼有先知卓見 他明白到知識是最大的財富 而且, 他還有一夥善良的心 這個人, 就是我已經過了身的丈夫 王永昌 他還沒看見 他還沒看見 慧家, 今天我們開會 談慈善基金的事 大家都說起你, 你還行嗎? 我還行 你們說我的好話還是壞話 我剛剛經過這裡 喜歡一個人是不知為何的 如果有一天有一個人 在這個小課堂上出現 說他喜歡我的話 可能他就是我的Mr.Way 我幫你買一套新睡衣給你 你看看漂亮不漂亮 你看看, 為何呆了 你記得我和你說過Mr.Right嗎? 記得 你說有一天有一個人出現 在這個教堂那裡 那個就是你的Mr.Right嗎? 那間教堂在哪裡? 普通牙 是嗎?你看看 有電郵 這麼有趣?Kyle他… 他把e-ticket發給我? 他給你機票? 他想你去葡萄牙? 又發機票又發帖, 他搞什麼? Bel, 有一天我在想 如果你來葡萄牙就好了 誰知道我會看到這張圖片 我很開心, 是上天的安排 給藉口我叫你過來 這齣音樂劇上次我們在香港坐過了 這次我們不要再坐過, 好嗎? 我買了第一天演出的票 到時候我在劇院門口等你 Bel 媽媽 Kyle他約我去看音樂劇 去吧 去嗎? 你這個Mr. Wright還不是Kyle 但是…我真是應該去 你忘了媽媽跟你說過 你必須有你自己的人生 不要給那些無謂的負擔影響你自己 我和你爸爸也想你開心 我們都覺得Kyle是會令你開心的人 我和你一樣的愛情的人生 我和你一起吃 芥末 我和你一起吃 你吃飯的韓式 你吃飯的飯 你吃飯的飯 逃避欲言欲止, 回復淡然一致 又不相處更容易 我想開口講暗示, 當真的對著是 去看 Kyle, 阿Belle已經在葡萄牙 她本來打算跟你去看音樂劇 她還去了劇院附近 我看不到她 她剛剛打給我, 說還是要回香港 現在正在去機場 其實她飛得過來 她很清楚自己想怎樣 只是個傻女還有些事情想不通 你們之間只差一步 這一步伯母希望由你來考 好, 姐姐, 這傢伙準備好嗎? 她不會進入, 你可以進入 Mucho, Muito obrigado Bel Bel,你也來了,為什麼還要走? 我不知道,我以為我想通了 但我來到這裡之後 別再想那麼多了 你知道嗎? 你說過你走過人生最長的一段路 原來我有香港機場 一路飛十幾個小時 亦是我人生最長的一段路 我不停地想起自己 究竟我這樣做是對還是不對 對,是很對的 其實你不僅用了十幾個小時過來 我們已經花了很長很長的一段時間 才走到你這裡 已經很清楚了 對,感情和數學是不同的,不能計算的 不能說這樣是對,這樣是不對的 我爸爸說他欠了你們皇家很多 其實我也欠了你很多 我不值得你對我這麼好 我不值得 你給我證明給你看 是絕對值得的 天下有安排,他要你輛車壞了 讓我追到你 我們應該會在一起 最新劇集《易天奇案2》 已經在TVB Anywhere North America上架了 北美的觀眾還等什麼 快點下載這個APP來看劇吧